Hello,大家好,來到第31集的比特幣加火,我是白兵 我是幣加火,AKA光,我是天明 今天是不是有個歷史大事件? 沒錯,一個加密貨幣界的歷史的見證 9月7日,這一集播出的前一天 那就是比特幣成為這個世界上一個國家承認它是一個法定貨幣 那個國家是中美洲一個小國,叫薩爾亞多 如果不是因為比特幣,我也不知道這個國家是做什麼 可能我都會略略聽過有這個名字叫薩爾亞多 但是完全不知道它做什麼,也不知道是一個地區還是一個國家 現在知道它就是一個國家 薩爾亞多 沒錯,成為了歷史,成為法定貨幣 由一個偏向年輕的總統 在上幾個月在立法會提出這個議案 然後大比數80%投票通過 到今天就叫做正式執行 這個法例是叫做什麼呢 令到所有人民和商家都可以使用比特幣作為一個支付系統 我們過往這半年都有說到比特幣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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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說到Tesla也接受比特幣做支付方式 其實是說商家接受而已 而不是說一個各國政府應酬 現在是一個政府應酬 還要什麼呢 還要規定商家可以用比特幣作為付款方式 所以它的法例條文寫著商家是不可以拒絕市民用比特幣付款 否則就成為一個犯法 但是總統就經常玩Twitter 他就有說到不是強迫商家一定要用 如果你只是用美元的話 那也OK的 說一說 薩爾亞多是用美元作為他們的國家法定貨幣 沒錯 因為在十幾年前他們的地方貨幣 就已經貶值到全家拿 所以全國國家都決定改用美元作為一個法定貨幣 薩爾亞多是一個民主國家 他是代爾制民主國家 他們的總統是由全民直選產生 任期五年 而且是不得連任的 最多是做五年而已 這麼短而已 總統是這個國家的三軍司令 正常也是 就是這樣 當這個國家這樣做了一條法例 也都今天實行 其實有很多其他人眼中覺得他是一個實驗 就是看是否有效 那為什麼這個國家要這樣用比特幣作為法定貨幣 原因很明顯 他們整個國家的GDP就是100%這樣 基本上有四分一的GDP是靠外匯去支撐的 即是靠出入口 他們有很多人民出外工作 打完工就匯回一些錢去國家 就好像菲律賓的情況 菲律賓人 即是一些女性來香港做女傭 然後匯錢回到菲律賓 就是這樣的比喻 所以他們有四分一的GDP 其實都是靠這些外來的錢 流入去本國 但是因為西聯匯款 或者外匯錢 其實收費是有收費的 這個收費很難重 所以他們有決定 用加密貨幣 比特幣 比特幣 去做這個負負方式 這樣就可以減輕很多這些成本 令到他們的GDP可以省了很多成本 叫做一帶擁途 好奇的問 這個問台灣比較深的 也不是太關係 他是不是要過國會的呢 他這個決定 要的 80% 80%還要 這個法案是80%的人投票贊成的 因為這個薩爾牙多 他的立法會 是由84名議員組成的 864即是60多個贊成 都很高票數通過 有好幾個傳聞 我都沒有去Fact check 就是說這個總統有貪污 有壟斷 有獨裁 可以控制所有的東西 所以他一提這個議案 其實基本上是過眼的 這樣 這個總統 他全名叫做 Lakariburu 立伊布亞萬多布格里歐德士 1981年出生 相當年輕 但是我們幾年而已 2019年 他是這個首都 不 2012年 他是這個首都 聖薩爾牙多 這個市的市長 做了100年 然後他17年 參選 17年被他本身的黨 踢出黨 然後他2019年參加總統選舉 加入了另一個黨 2019年他3月份 2月份就贏了 6月份就就任 2019年6月 對 相當年輕 好像也挺帥的 是的 是的 還有也是一個玩Twitter的總統 是 經常出推特 你心派一點的 是的 年輕 這個議案其實是很有爭議的 世界各國和他們當地的國民 都有很多不同的反對聲音 這個國家其實是很窮的 所以他經常都要向這個 IMF 是什麼 世界 銀行 什麼 IMF 特地想中文 就是要申請換助的 本身有一筆錢是大概10億美金 還是大概 不清楚記得這些數字 大概10億美金的援助 將會審批的 但是一出了這條法案之後 亦都通過了 IMF就暫緩了這一筆 10億的援助金給這個國家 原因就是說 他們將這個 比特幣成為發展貨幣 是一個很有風險的決定 所以就暫停這個金援 而他們當地的國民 亦都有很多人其實是反對的 大概有七成人反對 比特幣成為這個法定貨幣 原因是很多人都不懂 怎樣去用比特幣做支付方式 在未接觸過加密貨幣 未接觸過比特幣 未上過1.0的西亞多國民 基本上是很難知道怎樣用 怎樣賣這些情況 你兩個都聽得多 但是始終未執行使用過比特幣 要你突然間 喂 明天要用比特幣 明天用比特幣 接受你們的框框直播 就有比特幣的QR告 那你心想 你給了比特幣 我有個戶口 那我怎樣變回錢 到時我們餓死了 然後在西亞多國民 其實有很多國民都是用到美元 所以突然間做了這個法定貨幣 他們很反感 要逼他們學會新的東西 那有一件事 我自己有一點奇怪的就是 國民是很反對成為法定貨幣 比特幣 但其實是沒有取消到美元 這個法定貨幣 其實國民都可以繼續使用 但是他們就很拒絕 加到一樣 因為他們怕 如果比特幣成為主流 那我們的錢有機會貶值 波動很大 那這件事不行 那就是在風險上 他們很顧慮這件事 那法例是發生什麼事呢 那今天就是9月7號 已經成為這個法案 通過了執行 那他們會有一個比特幣的錢包 就是他們政府推出 都是做出來的 跟那些IT人 那有國家認定的錢包 那只要他們拿身份證 和拿他們的電話號碼註冊 那就有一個這樣的APP 就是這個APP 就是他們的錢包 然後呢 你就會自動有一筆 30元美金的比特幣價值 就在錢包裏面 那是各家政府送的 那這件事帶動了一件什麼東西出來呢 就是在美國那邊的加密貨幣信徒 或者是那群粉絲覺得 很棒啊 比特幣成為法定貨幣 我們都要搞一個小活動 不如我們今晚齊齊 買30元美金的比特幣 就約定在這個時候 那就是會有一股比較有趣的力量 就是一起買比特幣 30元而已不多 但是又不知道有多少人會這樣做 在美國Reddit的論壇出來 有很多人響應 之前我們人物志介紹過一個人 叫Michael Saylor 他都響應這個活動 好 今晚一起買30元美金 那就是港幣大概是200多元 那就是我相信 這個數字不難負擔 對很多人來說 純粹是一個小活動 那我們見證了這個歷史 而比特幣的價位 你會不會輕微地上升 推一推動呢 那就是我們今晚拭目以待 你們明天聽這集的時候 就已經見證完了 那就是 這宗新聞值得說 因為是一件歷史大事 那就可以引進去 我們下一個位置 今天都會有後市分析 講一下比特幣的價錢 會怎樣 還有一樣就是 我們封面都有講到的 香港兌換入錢怎樣買賣比特幣 那撒爾亞多些人民是不懂得用的 所以反對 那我們香港人又怎樣去買賣比特幣怎樣行呢 那基本上你們報名1.0 就一定會學識的 一定會知道的 但是現在這裡我都可以講個概念 講個概念給大家聽 那我不會說有什麼交易所 不會推薦什麼 因為沒有利益 沒有業配 是不是叫業配 沒有廠商去找我們贊助我們 所以我們不會介紹任何的交易所 基本上我們香港要入金 入金 入金是不是大陸字 台灣 要入錢 那我們怎樣入錢賣比特幣呢 基本上香港有很多地方都可以的 有兌換點 就是加密貨幣交易所 也都有加密貨幣交易所 那基本上你用現金 那用現金 信用卡 銀行過數 支票 其實這幾種方式 在香港都可以買到加密貨幣的 無論比特幣也好 溫定幣也好 都可以的 那是視乎不同的公司 那如果好像是殺以很多人民 他們有一個政府推介給大家的加密貨幣錢包 那我們香港都有很多這些的錢包 那在App Store或者Google Store都可以下載到下來 那我們這些稱之為Pivot Wallet 下載了下來之後 其實你只要register 那然後就有一組十二隻字 英文生字的字母 這個就是你自己的Pivot Key 那一定要記下它 然後你可以自己再設一個密貨幣進去 那這個Wallet 就是你自己擁有 沒有人可以拿到你的錢 動到你的 只要你不要不見你的Pivot Key 那這個是其中一件事 那你有了這個Wallet之後 你基本上可以去找換店 就這樣給現金 這裡一千元 你兌換Bitcoin或者Wending幣是多少錢 然後我就要買這樣的一顆數 給你傳到我這個人包 我給你一個QRQ 或者我給你我的地址 好像傳電郵 那這個就是 叫做買賣加密貨幣的方式 那剛剛說了賣 那怎樣賣出呢 那香港就同樣地有交易所可以給你賣出去 那有什麼方式去收回港幣呢 有電匯的方式 有支票的方式 有現金方式 有現金方式 銀行個數方式都有 就是基本上都齊的 就是不會對不到錢的 那然後就還有ATM機 香港其實都有很多叫做Bitcoin的ATM機 那你基本上入錢下去 然後scan一scan你的QRQ地址 那就可以收到多少Bitcoin 那這個就是在我1.0裡面 會開名介紹交易所 會說怎樣做 會有個親身手把手的操作 告訴大家怎樣用信用卡買 怎樣銀行過數買 怎樣現金去買 都會有詳細介紹 廣告會抓住你的手仔 如果你是女生的話 是不會的 是 為什麼 因為我要抓住這部電話 因為他只是會抓光嫂的手仔 太好了 天命這一下 不是啊 我剛剛一聽到白兵講這一句 我立刻 你的熱血都響起 是啊 終聲響起熱血的訊號 是的 那一點零會說 現在這樣說 是這樣想告訴大家 香港買賣這個加密貨幣 是輕鬆簡單 握在你獲得不獲得知識 然後曾幾何時我們香港也有一條法例 是說香港的加密貨幣交易所是不能夠接收散戶的 只能夠接收專業投資者成為交易所的用戶 專業投資者的定義是什麼呢? 就是100萬美金,對回大概800萬港幣 你有這個資產的證明你就可以成為交易所的用戶 這條法例其實是在規範交易所的 對我們普通市民用戶是不受影響的 所以重點在哪裏呢? 就是交易所給不給你成為用戶 這條法例其實是未成立的 他是香港證監的一個指引 我們叫做 這條法例會什麼時候去通過或者叫經立法會呢? 就會在下年的立法會期 基本上九成九會通過的 只要有什麼條例 還有一些不太關於政治民生社會上的議題 基本上都九成九通過的 通過之後怎麼辦呢? 我們香港散戶就不就糟糕了 在1.0上 有朋友都有問到這個問題 可以趁現在這個時間 可以跟大家說一下究竟怎樣處理 這條條例是規範香港加密貨幣的交易所 我們香港還有ATM機器 還有找換店 所以我們其實還有這兩個渠道去買入買出加密貨幣 變回港幣 將港幣變回加密貨幣 我們只要不用交易所就可以了 交易所的定義是什麼呢? 就是那間公司有沒有幫你托管你的錢在裡面 那找換店的意思就是 我們去旅行去日本的話 我們在香港要對定一些日圓 我們就拿著筆錢三四千元 走去找找換店 我要對做日圓 匯率多少 然後手續揮收多少 那我就拿到日圓了 其實就是這樣的操作 現在變相只不過是變成加密貨幣 我不會拿到加密貨幣在手 那怎麼辦呢? 他就會傳到我的銀包 我的Private Wallet 我的Private Wallet 就會有加密貨幣 有加密貨幣之後 我們就可以用 一些叫Global的交易所 去交易或者交易我們心目中想要的 Cornet或者加密貨幣 所以基本上我的立場 對於香港這條條例 其實就沒有什麼好擔心的 因為有找換店 而匯率其實都很親密 平易近人 那相對有些會貴一點點 那這些全部是Google 或者是全部你親身去找那些 找換店啊 各樣東西 你都可以比較到的東西 所以就 對我來說 香港的 這個出入錢兌換 就是不影響我 對Crypto的影響 這個就是我的看法 因為我自己本人 所有的Crypto 就是入錢 就變成Crypto 然後我就在其他一些 Global的交易所裡交換 交換完之後 我要變回港幣 只要有一間在香港 可以讓我對到港幣 就可以了 那我Whatever 它是Local的交易所 還是Local的兌換店 還是找換店 最重要是我留意手續費 這樣就可以了 也有1.0的朋友問 以後我要移居去英國 我要去加拿大 要去澳洲 那到時怎麼辦 怎樣變回當地的Currency 其實全世界玩法一樣 就是每一個國家都有去當地的Local交易所 或者外國是比較舒服一點的 他們外國的銀行 基本上是可以銀行過數去一些 Global的交易所 直接入錢 出錢 又舒服過香港很多 香港就比較落後 還有那些監管 或者各樣的Guide 都是很不友善 對蜘蛛 這個情況大家可以放心 還有很多App 外國有一隻App叫做Wise 又有一隻App叫Revolut 又有很多叫外幣兌換的App 都是在歐洲很流通的 大家都可以Google搜尋一下這些App 他們都有加密貨幣買賣的功能 非常好 這個是香港兌換的情況 講完這個之後 就可以講一下後市分析了 大家記不記得上星期 Bitcoin去到什麼價位 咦? 不知道有沒有突破到五萬 沒錯 今個星期 不得了 不得了 已經突破了五萬 你們都可以做我這個角色 咦? 如果在光哥會有什麼反應呢? 咦? 那今天突破了五萬 那怎麼辦呢? 這三天其實就站在五萬一千元美金這個位置 那就是站在那裡 然後昨天還站上去五萬二千元美金 但今天下午到現在這個時刻 由五萬二跌到五萬零幾百元 還有在五萬一千這些位置在徘徊 那算不算站穩呢? 那基本上突破了之後 回回來踩一下 我會視之為正常的 踩回來這一下踩得緊 不要再穿下去 那我就稱之為站穩了 那之後下一站的目的地會去哪裡呢? 最短距離應該是五萬五至五萬七這個位置 牛市的形勢 所以你呢就都很確定的 那短期有一點點波幅回落各樣東西 大家可以放心 不用怕 蜘蛛是波幅明顯一點點 但這個所謂明顯一點點 其實都沒有多過十個percent 都不用太擔心的 那這個情況就是 我們說一些叫鏈上的數據 那最簡單就是 全世界所有加密貨幣交易所 他們的bitcoin reserve 即bitcoin的儲備量 都已經是跌到身低了 即是交易所都沒有bitcoin賣 那代表什麼? 代表什麼? 代表物以行為貴 demand and supply 即是要等一些礦工不斷交易才可以 其中一個原因可以這麼說 由大跌勢五月到現在 九月四個月 抗工基本上都是儲貨期 因為當中經歷過中國就嚴打 很多抗工就去了美國賺錢 那有很多抗工其實在這些 叫做跌了市去到三萬多元這些價位 他們是沒有買出過他們的bitcoin 免得減便減賺 所以他們一直儲貨 所以市場上bitcoin的供應 就比較緊絕 去到現在九月這個時分 所有交易所的bitcoin儲存量都是身低 代表有很多人 或者叫正常的demand不斷買入 買完之後就自己儲貨 沒有交易 所以加密貨幣交易所 就只有賣出流出bitcoin 而沒有一些流入的情況出現 這些都是一些很利好的消息 對於bitcoin的價格 還有其他因素 薩爾亞多是其中一個 成為法定貨幣 好像贏了一場仗 代表應手性大了 還有一個最近新消息 之前經常說德國有條法例 如何批准一些金融機構 可以最多20%買入bitcoin或者crypto 今天有一宗新聞 德國其中一間叫做 Ulien Investment金融機構 它的資產管理大概是4千多億美金 4千多億美金 它今天出了一個申請 說接下來會將1-2%的資金 將會放在crypto上面 應該在Q4發生的 就是第四季 第四季 就是10月至12月 這個是一個又是很好的先例 當一間德國最大間的金融機構 不是最大 就是最大之一 的金融機構都會配置1-2%的錢 在crypto上面 基本上有很多其他金融機構都會仿效 還有這件事是代表什麼呢 將資金配置在不同地方 其實是說將資產分佈得更廣泛 安全性是更大的 這件事就是越來越受到重視 還有現在9月差不多到年尾 美國有一間叫拉迪的公司 拉迪是宿命 全名就是紐約 我以為她的名字叫拉迪 是她的宿命 是她的宿命 Oh my god 拉迪就是NYDIG 就是紐約Digital Investment Group 紐約迪 紐約Dig 紐約Digital Investment Group 她又跟美國六百多間銀行 談了一個約定 就是只要你們是美國的銀行 就是這些銀行的用戶 基本上就可以透過銀行的服務 就可以買賣Bitcoin 和儲存Bitcoin 六百間銀行 我當每間銀行有一千個客戶 好像很旺狗 一間銀行只有一千個客戶 你簡單計一計 六百間銀行 不是六百間分行 是六百間銀行 我們香港有多少間銀行 我估計有二十多三十間 或者幾十間 而不是幾十間分行 六百間銀行成回他們的客戶量 基本上就是令到更多人容易可以買賣 和儲存到Bitcoin 這些利好消息基本上都 我個人的看法 應該可以推動到Bitcoin 是可以繼續向上升的 彭博 不同的分析師都有說 Bitcoin在年尾上十萬 是一個可達成的目標 大家聽我說這些 就擺明知道我是大好友 充滿偏見 但也可以提示大家有什麼風險 J.P.Morgan其中一個分析師有說 美股整年都保持著上升 因為美國不斷印銀子 不斷發債 不斷賣入債券 不斷賣債 基本上有很多熱錢流入市場 這些熱錢全部流入股市市場 其中一部分 所以美國股市不斷升 升到某個程度 就過熱 會形成泡沫 就會爆 J.P.Morgan有個分析師 說到 未來美股將會陷害 形成一個大嵐檔 Bitcoin也有機會形成一個大嵐檔 還有大嵐檔Bitcoin怎麼倒下呢 整個加密貨幣的市值 其實現在大概是2.4T 就是2萬4千億美金 Bitcoin的佔比大概是41% 剛剛五月頭 四月尾的時候 Bitcoin倒下 就是因為它的Bitcoin佔比去到40% 就會形成一個傳統依賴一個臨界點 就是會倒下 現在41%會不會再倒下呢 有很多不同的說法 就是不會的 因為很多機構投資者在這裡 就撐得住 這一次是不同之前的了 還有現在又怎樣怎樣怎樣 大家都可以看我的IG看到很多這些新聞 後市基本上我是良好看的 從來都是良好的 從來都是良好的 因為這個市場其實是恢復了很多 只不過是Bitcoin還沒有恢復了 這個意思 今天要講的大概是這些 最後一段時間 今天我都出了一個故事 就問3.0 好沒有 現在大概是120左右的投票贊成說搞3.0 然後我有提到說要85個 還欠30個 足堂85個人 如果有150個投票說搞3.0 那我就搞了 因為我現在是很濃的 天命是很濃的 因為我還沒有做任何東西 我有一堆想法 但還沒有組織過 如果夠的話 我就努力去做一下 還有 來過1.0、2.0的朋友 都好像很想做3.0 因為他覺得 沒得再聽了 還有沒有更有趣的東西 玩我剛剛入場 沒那麼快就完 那些東西 那就 你就是假裝 我已經是高潮了 不要那麼快就完蛋了 你說到這樣 如果不夠8.5個 就沒有3.0 但可能做一個特備節目 搞一次聚會 就好像3.0 都不會 散修修 我不努力做的東西 這個要看情況 今天就差不多了 這裏可以說一下 這個撒爾亞多 特地看看他們 原來都挺過癮的 撒爾亞多 這個是西班牙文 他原本 叫做El Salvador 還是叫做Selvador Selvador 我不懂西班牙文 怎麼讀 原來一個意思就是救世主 是這個1524年西班牙征服者 亞爾亞拉多 將這個新的征服土地 命名為我主耶蘇基督 救世主省 主能夠省 原本他是不是獨裁國家呢 他應該近年都是 他1992年的時候 軍隊和遊擊戰內戰 應該2004年之後 應該真的是民主 民選就是零幾年 1983年 他的憲法就是最高權威 已經是一個憲政的地方 1983年 就有憲法了 是 是不是墨西哥附近那些 他以前是墨西哥帝國的一部分 中美咒應該是 人口是680多萬 少於香港 但是人偏窮是對的 因為他們主要的國民經濟 是以農業為主的 可以補充一個 70%的人 是沒有銀行戶口的 1020多 他反對用Bitcoin很正常 他們沒有銀行戶口 其實他們有智能手機 沒事的 所以某程度 拿來看YouTube 這個法例 其實是方便他們手機匯款的 某程度 他們沒有銀行 其實 你只是持現金負貸 只是一個負貸 但在世上都是全世界 謀殺率最高的國家之一 謀殺率 這麼厲害 不知道 我認為中美洲國家也是這樣 就好像墨西哥在我腦海就是毒梟之城 毒梟就是這樣殺人 毒梟就是這樣殺人 掛人頭在橋底 什麼形式殺人 在城市每一個角落都有 我對墨西哥的印象深受這個電影的毒害 就是在美國邊境那條界 還是正常的色調 一個對墨西哥有沙黃色的女鏡 灰色 啡色 開始不是用燈的 用火可以用蠟燭的 那些車子就開始有很多廢氣 美國那些就沒有廢氣 這個很正常的 還有呢 薩爾瓦都是中美洲面積最小的國家 自然景觀豐富 火山地形是最大的特色 火山是他們其中一個賣點 所以他們其中一個產業來近 就是把那些火山 火山 用火山的地熱能 去推動那些礦機去掛火山 他們有這個火山之國之稱 出名的火山 不過全年平均氣溫是17至25度 很舒服 它平均氣溫可以是100度和0度 大家要理解平均的意思 那個突破框框的能力值很強 是天命對數學的理解 是啊 比較通透 就是這樣 今集都差不多了 下一條影片見 見 拜拜 下年見 拜拜